大家好,我是Paul 走路到自我英文一起读 Johnny Depp跟Ember Hurd的案子是结束了 至于谁因谁输或什么这些的 这不是我们要谈论的重点 我们要讲的重点是 他们两个教了我们什么英文 或者讲的更细节一点 他们教了我们怎么样写好英文作文 Ember Hurd这一篇 他在推特上发的 我个人觉得他比较像是 一个人可能讲话讲的还蛮顺畅的 然后讲出来 然后就把竹子的稿就把它列出来 然后就刊登了这样子 而Johnny Depp的那一篇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相比之下就比较像是一个 公出来的 就是作文 好好做出来的一篇文章 所以他觉得 他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比较有经过Crafting Ember Hurd这一篇则是没有那种Crafting的感觉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了 所以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Ember Hurd这一篇 我们先把它读过去一次 结束 为什么说感觉这个读起来比较 没有那种作文的那种Crafting的感觉 第一个我觉得他用很多的我来当主持 也不是说这样不好 说实在的 但是有的時候 你整篇全部都是 都是我怎樣 真的這個不太簡易 再來就是說 他用的句型 很多人都是用 it的虛組賽當 或者代名賽當開頭 所以it sets back 雖然這種repetition 其實不見得是壞事情 很多美國總統在演講的時候 也不見得有美國總統 有厲害的人在演講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這種 repetitive的phrasing 然後來去強調一下 一個概念的重要性 所以這也不是說不好 只是again 這就比較像是一個 講話講出來 然後直接就verbatent 列出來的一個文章 所以它不像是真的有功國的作文 那好 批評之外 我們來很快翻譯一下也好 所以他今天感覺到的失望 是超越文字能夠描述 所以beyond words if it's beyond something 就超越那個東西 所以那個東西就不能夠去達成它 所以文字已經無法達成他感受到失望 那heartbroken這個詞我們常看到 所以他心碎了 那為什麼心碎呢 就是他如山般的證據 the mountain of evidence 還是不夠能夠來去 就對抗他的前夫的這一切的一大堆東西 所以這些如山般的證據 was not enough to stand up to什麼東西 if you stand up to something 就是你站起來跟他挑戰這樣子 所以不夠來去 stand up to the disproportionate power influence and sway 這個 disproportionate就是很不成比例的 所以沒有辦法來去抗衡這個 他前夫的不成比例的power 權力 影響力 influence 以及sway 其實就是擺盪力之類的 所以他認為他的前夫 Johnny Depp 很能夠去sway人家 其實這個sway跟影響力 基本上是大概一樣的意思就是 好 所以更失望的是 I am even more disappointed with 後面這件事 後面這件事就是 這一次的判決 對於其他女人來說的意義 so what this verdict means for other women 那我再強調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會覺得這個東西 他的文章沒有那麼好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他幾乎都是短短短短短短的句子 我必須強調短句子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只是啊 這就很像你今天去吃一個東西 你如果每一樣都是很單純的小菜小菜類的話 你說不定會覺得飽足感不太夠 你總要有一個像一盆飯可以讓你尻尻尻或之類的 或這邊有個蛋白質 一塊肉或什麼這些的 讓你可以細腳蔓延一下下 如果今天你只吃一堆小菜的話 你不會覺得這一餐是很飽足的 很有很sathing的 所以他這邊都是短句短句短句 我就會覺得如果今天偶爾來個長句 也不是說你全部都是長句就很好 長的句子裡面 掺杂短的句子會讓那個短句子看起來更有力量 所以有時候寫作文就是在這方面抓一下平衡 而他幾乎每句都是短句 所以讀起來呢 雖然說順暢 可是就缺少了一點深度的感覺 所以判決對其他女人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It's a setback 這對他來講就是一個扯後腿 一個把大家往後大大拉了一步 setback It sets back什麼 所以他把現在的時間 setback拉回了一個古早以前的時間 一個時代 而那個時代呢就是只要女人講話 只要女人spoke up 只要女人spoke out loud 都會被大家公開的譴責指責這樣子 publicly shamed OK shamed這個詞我們有講過以前 以及會被大家羞辱這樣子 所以他認為 這個判決是把我們 拉回了舊時代的這個 一個時代的餘肚這樣子 It sets back the idea th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to be taken seriously 所以一樣把這個idea 趕快往後拉了 OK 也就是說對女人的暴力呢 是沒有必要去認真 研診看待的這樣子 所以他認為我們現在回到了這個以前的舊時代 最好是啦 好anyway 他認為Johnny的attorney成功了 成功的部分是後面這件事 So Johnny's attorney succeeded in 這件事 什麼事情呢 就是讓Jury來去 不去看那些關鍵的議題 Overlook這個字 OK Overlook 就是我們去漏 不要講漏看 就是忽視掉 所以讓這個Jury去忽視了這些關鍵的議題 什麼議題啊 就是言論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以及也忽略了the evidence that was so conclusive that we won in the UK 所以忽略掉另外一個證據 這個證據是如此的 而如是有利 我有利是一個人粗俗的翻譯 conclusive conclude是結論 So if something is conclusive 就是你可以根據那個東西就直接到結論去 所以他認為他之前在UK的這場法庭戰爭 是非常的conclusive 以至於他們在那裡就贏了 但是在美國這邊 這些東西就被他的Jury 也就是配成他忽略掉了 所以他認為是Johnny的attorney Johnny的這個 律師成功的地方 最後他很高興 他很遺憾 我差點講很高興 他很悲傷的輸了這一個這樣子 但更悲傷的是 I'm sadder still that I seem to have lost a right 所以他覺得他失去掉一個權利 就是他身為一個美國人有的權利 也就是很自由的講話 很公開的講話 你有講啊 你不是沒有啊 所以那只是你講的事實上是 是defamation啊這樣子 好 我至少判決出來的事了 來很快看一下Johnny Depp這邊的 我想因為這邊是他截圖下來的 所以他這個文字相當的看的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有點抱歉 可是我已經不能再把它再放更大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覺得他這篇比較像是寫的好一點的作文 好所以我們開始看 一樣我先把它讀完一次 6 years ago my life the life of my children the lives of those close to me and als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for many many years have supported and believed in me were forever changed all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alse very serious and criminal allegations were levied at me via the media which triggered an endless barrage of hateful consent content 不是 consent oh content 對不起 發音 內容 okay hateful content uh although no charges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me it had already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wice within a natal second and it had a seismic impact on my life and my career and six years later the jury gave me a life back gave me my life back i am truly humbled my decision to pursue this case knowing very well the height of the legal hurdles that i would have to that i would be facing and the inevitable worldwide spectacle into my life was only made after considerable thought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goal of bringing this case was to reveal the truth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of the outcome speaking the truth was something that i owe to my children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remained steadfast in their support of me i feel at peace knowing i have finally accomplished that 結束 okay 对不起 这念的刚刚有点2266的 但没关系 我们再重头来看一次 所以六年前 那之所以说 他写的比较像作文 比较好 就是他前面这第一段 其实就只有一个句子 你只要找出他的主持跟动词 你就可以看懂这句话 在说什么的 所以主持就是 六年前 不是主持 对不起 六年前是一个时间复词 一个片语 所以我的人生 第一个 然后还没讲完 逗典 the life of my children 所以我自己的人生 我孩子们的人生 所以这里应该是复述 lives 所以有点typo这样子 然后再来 the lives of those closest to me closest to me 所以我身边 最接近我的这些人的人生 所以你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的排比 他的主持好几个 自己的人生 孩子的人生 身边亲友的人生 and also and之后就是最后了 所以and之后 又是接下来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所以这些人们的人生 the生命 什么people呢 dow点或who 所以用这种形容词子句 把它修饰下去 所以哪些人的人生呢 so the people who for many years many many years have supported and believed in me 所以这些 这么多 这么这么这么多年来 一直相信我 支持我的人们 的人生 所以这么多的人生 所以a dow点b dow点c dow点n and e and also e 这样子 OK 动词组里出现了 were forever changed 所以这些人的人生 被永远的改变了 所以第一句是个被动的句子 是b动词加pp were changed 你看就是一个句子而已 那你说 这个句子 有没有办法 就直接 我们把这样子 然后站在这里聊天的时候 就像聊天一样 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我相信很多大学教授 做得到 可是对一般人来说 没那么简单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东西 想得很透彻 然后述住于文字的时候 你可能才可以把它编列成一个 整理成一个漂亮的句子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这么多人 不同人的人生的改变 都发生在一眨眼之间 all in the blink of an eye 你看这句就很有力量 而且它甚至本身自己是一端 所以这一切 一眨眼就发生了 人生 我们的各种人生都被改变了 为什么呢 所以下一段 马上来解释 为什么 就这么这么多人 这collective的人生 都被改变了呢 所以下一句开始 诸词 false, very serious and criminal allegations were levied at me via the media 所以错的 假的 以及非常严重的 甚至是犯罪相关的 criminal的 这些allegation allegation就是控诉 所以这些控诉 都像是 都像是 这边有一个levy这个字 像是在征收税务 罚还一样的这种概念 加注在我身上 so all these allegations so false, serious and criminal allegations were levied at me via the media 所以这些 这些accusation 这些allegation 这些指控 这媒体加注在我身上 所以也并不是真的被告 它只是媒体说的而已 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 were levied at me via the media which triggered an endless barrage of hateful content 而这些东西呢 就trigger 就引发了 引发了一个 无止境的 endless 下一个字 barrage 这个字 它叫弹幕 希望你理解什么叫弹幕 枪林弹雨的状态 咻咻咻咻咻 一直对人一射 这样子 这个就叫做barrage OK 所以这个无尽的barrage of hateful content 所以这种仇恨的内容 像是弹幕般的 就一直往我这里来 就trigger了这样子 但是或者应该讲虽然 所以虽然并没有人真的来告我 说although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against me 所以虽然我没有真的被告 但是 所以它这个although跟 就虽然跟但是的句子 它是颠倒过来写 虽然我没有被告 可是媒体就已经卫审先判的 说我是一个混账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些allegation 媒体来 冲着我来 然后就trigger了 大家对我的仇恨 虽然说我根本没有被告过 这样子 这边再讲到这里为止 这第二段的第一 第三段的第一 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 it had already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wice within a nanosecond 所以 这些新闻 媒体对他的这些portrayal 这些描绘 在一个纳米秒过去的时间里 就已经在世界绕了两圈了 所以他在强调媒体 这些速度传播速度之快 所以again 你看这个句子 大概不是一个人能够 随口脱口就讲得出来的 应该是坐下来思考过 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再读一次 it had already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wice within a nanosecond and it has seismic impact on my life and my career 而这个负名的新闻 有一个地震般的影响 所以这个字 我知道很多老师有介绍这个字 就分析他的文章之后 就介绍 seismic s-e-i-s-m-i-c 地震的 OK 地震产生的这样子 地震般的 所以他有一个seismic impact impact后面都接on 所以影响力 在我的人生 以及在我的career上 也就是说了 他还他失去工作 对不对 而六年后 所以这个陪神团给了我 把我的生命还了给我 so and six years later the jury gave me my life back I'm truly humbled 所以humble这个字 其实它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理解为谦虚之类的 但你可能被一个东西humble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使你谦虚了 你本来是一个趾高气昂 然后觉得你的自信心爆棚 走到里面都觉得你是神的一个人 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不会再耍大牌了 你就会觉得 我其实还是 就是他humble了你了 我大概就可以很简单讲说 历史实际上不是很好句 but anyway 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humble了他 好再来 那他想要来去告他的这个决定 so my decision to pursue this case 动词在哪里呢 was only made after considerable thought 你看所以为什么说他说这个很好 因为他的句子 所以这一整段又只有一个句子 所以我的决定 was only made after considerable thought 所以他在表达在这里就是 他告他的这个决定 事实上是深思熟虑过的 而并不是说我他妈的不爽就告你 所以他是一个深思熟虑过下的决定 那告赢了 so my decision to pursue this case was only made after considerable thought 所以中间的部分是什么 中间的部分是 我的这个决定 事实上是很艰难的 因为他还有很多很多的 像这边说的 knowing very well the height of the legal hurdles that I would be facing and the inevitable worldwide spectacle into my life 好 所以为了决定要来告他 而且是知道着这件事情 所以这逗点后又是我们 我常在说Stanley提起来过的分子构句 所以我知道着这些后果 但我还是告了 ok 因为我在深思熟虑过 还是告了 这样子 so knowing very well 知道的很清楚 知道什么事情呢 就我会面对到的这些 legal hurdle的高度 the height of the legal hurdles that I would be facing 所以这个face是面对 所以会面对的这些 legal hurdle是什么 hurdle就是 像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画面 在跑那个400公尺跨栏 或者100公尺跨栏 还是应该是110公尺跨栏 跨栏下的那个跨栏就叫做hurdle 所以要是建一个东西 横在你面前 你得跨过去 你可以参照为obstacle 那叫阻碍障碍 可是hurdle这个字 ok的 他说这个是很高的 the height of the legal hurdle 为什么 因为你要告人家诽谤你 其实要诚案 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要拿出非常确切的证据 因为你说 你诽谤我 那对方会说 来啊你证明 那这个时候法律 就有个概念 就是谁该证明 谁有这个责任 要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我该证明你有诽谤我 还是我要 还是倒过来 对方要证明 我没有诽谤你 所以难道是 Ember Hurdy要跟Johnny Depp说 我没有诽谤你 来我们往这个方向发展 还是Johnny Depp 得要去证明说 Ember Hurd 你是有诽谤我的 所以总之 这个东西叫做burden of proof 举证的责任在谁身上 ok在谁身上 据我了解 好像英国跟美国 在这个方面上就不一样 这个burden of proof 我在讲的是侵权部分 因为我以前大学拿过一堂课 叫侵权课 就是tort 那这边就有讲到 burden of proof 在某些国家是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像defamation的话 我不太确定美国英国 他哪一边是谁 但总之在美国 感觉起来应该就是 要Johnny Depp来证明 Ember Hurd 是有defend他的 那这个东西 不是很简单 所以burden of proof 大概是掉在Johnny的身上 那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在你没能证明 Ember Hurd 有诽谤你之前 我们都必须要假定 我们必须推定 他应该是没有 我们不能假设他有 对不对 就像今天 如果今天发生一个 什么刑案 谋杀案好了 我们抓了一个人来 他全上下都是血 而且他从犯罪现场逃出来 我们会假定 他就是犯人吗 不可以 我们应该要假定 他是无罪的 他应该不是 然后我们再慢慢去抽食拨件 来慢慢证明 好像不对 好像应该是你干的 因为连身上血迹的血 都是你的 那你的责任很难拖得了 可是即便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还是要假设不是他 因为说不定 那个凶手把血水印 扑到这个人身上 然后他吓了落跑了 然后这时候凶手 反而去躲起来了 我为什么编这个 这么无聊的故事 but anyway 大家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presumed innocent 所以在证明Ember Hurd 真的有defam他之前 我们必须假定 他是没有的 we have to presume that she is innocent 大家这样听懂 而Johnny这部分 则就必须要 他要提出这个证明 必须要非常非常的convincing 能够推我们 推过了那一个 合理怀疑的界限 所以这边又有一个片语 叫做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k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好 我这里扯了一点点 就是他讲的legal hurdle的部分 大概我们会想到 就是那几个不同的片语 好 以及他认为 说这个东西 只要他一告下去 一定他就成为全球的焦点 然后他们就会放大劲的审视 他们他跟他之间过去的这些过往的关系 你看有很多录音带拿出来放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对Johnny来说都是小丢脸的 我觉得 因为他基本上这个关系中是被一个女人欺负 我觉得 他完全真的是一个受害者 你要的一个男人承认自己受害者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简单的事情 可是我为了好几百万 我会不会愿意成为承认自己的受害者 我大概也会吧 好这段讲完了 下一段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想要证明什么叫做 什么才是真相 s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goal of bringing this case was to reveal the truth 所以他就只想把真相解发开而已 不管结论是什么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regardless就是无论什么什么怎样 speaking the truth was something that I owe to my children 所以说出真话 说出真相 就是我欠我孩子的 was something I owe to my children 以及欠所有那些支持他的人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remained steadfast in their support of me so remain steadfast steadfast就是坚定不移的 ok 所以remain怎样 所以这里的steadfast是行动词 ok 你可以remain silent remain quiet remain happy remain optimistic remain怎样 所以remain这个动词 后面接着是主持不语 所以那些remain steadfast 保持坚定不移 在他们对我的支持中坚定不移的人 他是欠他们的 ok 欠他们一个说出真相的这件事 so他终于感到平安了 I feel at peace knowing I have finally accomplished this 也就是speak the truth ok 好 所以 想到这里大概也可以了 我大概也不用复习 我觉得今天这讲讲蛮长的 总之学到了一些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些观念 包括像这一种 你在法庭片中可能都会听得到 burden of proof presume innocen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带着几个 ok好 那也好 总之鉴赏了一下 Johnny Depp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Johnny Depp写的这一篇 的确就有比emberhood来得好 我甚至读的时候刚刚卡个几下 因为emberhood的那一个真的 读起来很流畅 因为真的很像是 it feels like somebody that was on somebody's teleprompter ok 就会觉得他刚刚那一段 就仿佛是美国总统在看那个读稿机在读的东西一样 他非常的易读 ok 而作文写的比较好的这个状态 就是有时候你会在一个 你看一个句子你会发现那个动词可能埋得比较深 可是当你把它读懂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 这句写的真好 这个动词埋得真好 这样子 好 所以总之这是好作文跟坏作文 能够看得出来不同的地方 ok 所以希望我这个影片有带给你一些 其他老师没有讲到的部分 那我就不是很想把单词讲完而已 就是总之 ok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